嗨 我是Amy 今天是來釜山的第二天 我們現在從閘嘎旗站3號出口 要來搭地鐵到西面站 Olive Young是他們很有名的連鎖藥妝店 我們現在先來逛逛 它看起來跟台灣的區城市差不多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會有比較多當地的韓國品牌 不過我本身對於藥妝沒有很多的研究 曾經也有看過很多Youtuber分享過 來到他們這裡的必買品牌 韓國人好像蠻注重減肥的 他們很多吃的東西上面都有標示卡路里 這是日本的 不過很推薦喔 這個絲紙巾好可愛喔 這些蓮蓬頭你洗出來 沖出來的水就會香香的 這個台灣沒有 2000塊 這個一包10卡路里而已 那很低耶 一包粉放到一個瓶子 然後或放到一個杯子 加水搖一搖就可以喝了 這有很多種口味耶 低卡的那種飲料 一包6500 他們有好多高蛋白的零食耶 像這個一包裡面就有10克的那個蛋白質 在這裡如果買東西超過3萬塊 只要出事護照就可以馬上退稅 這樣刷卡好了嗎 好啦好 剛才我們從西面的那個地鐵的7號出口出來 現在來到這裡就是西面市場 我是比較期待找到好吃的豬肉湯飯 我們就來吃這間豬肉湯飯 我們就來吃這間豬肉湯飯 電視報道過 我們來到一家豬肉湯飯店 然後也是隨便比手畫腳的點一下 他現在有五樣小菜 然後還有這個豬膏是什麼醬 然後這個應該是沾肉用的 等一下來吃看看他的豬肉湯飯的味道 餐具就在這個抽屜裡面 他們就是用這種扁筷 我們去那個韓式的店也都是這種扁筷子 還會給我們這個水 他們這邊好像都習慣冰水 好這個長湯匙也是韓式料理必備 這是鹽吧 這好像是蝦醬耶 這感覺像胡萊 可是他看起來不是啦 他是蝦子 這看起來是他們的蝦醬 小巧可愛的杯子喝水 這個是胡椒 然後這個湯飯 上起來就是熱水沸騰的感覺 你的五花豆的這個湯飯也是超滾的 我們都各自點了不同的這個湯飯 8500 這個是韓式香腸 看起來像是糯米腸 他的一桌就是一套小菜 就不管幾個人都是一套 套菜味道怎麼樣 好吃嗎 蠻好吃的 我這個是辣的 下面竟然有辣架 我們亂點了一桌 發現我們竟然沒點到 好白 不知道為什麼 好白 所以就吃豬肉湯也不錯 他有給我們一坨小麵線可以吃 這個豬肉 好吃 然後他這個湯 湯的味道也是不錯 而且他不會很辣 像我是不吃辣的 再來吃一下這個韓式香腸 吃起來有點像糯米腸 有味道的糯米料的感覺 味道也還不錯 實在是太不專業了 原來人家這個菜齁 是要加在裡面 你想說要變我這個菜 我想說這個菜是要配什麼 原來人家這個是加在裡面 哈哈哈哈 所以他來的時候滾的時候 應該就要加進去讓他煮 不過因為現在還很燙 所以應該也是紅色 那是韭菜嗎 應該是韭菜 給這個辣椒 是可以障礙你這個 他給你的醬料裡面 就是如果你想要辣的話 就可以加進去 這條就是泡飯街啦 我背面這裡 這一條呢 就是在西面這裡 有名的泡飯街 然後你如果來這邊呢 其實隨便找一間就很好吃 兩千五百的咖啡 路邊攤又到了 Green Cloud的咖啡廳 在三樓 電梯解救了我們 還有賣各種零食和泡麵 這咖啡廳很漂亮耶 還有這個網美牆可以拍照耶 還有免費咖啡渣給人家自取 我們不小心來到了一家 可以抽菸的咖啡廳 我想說為什麼進來 裡面怎麼有人在抽菸 原來他是可以抽菸的 點了一杯這個 五千五 另外這杯是茶 這個也是五千五 我只是隨便就找一間咖啡廳 看起來顏色不錯 然後就進來 然後沒想到他是可以抽菸的咖啡 我們現在要來去西面美術館 韓國很多炸雞店 西面美術館到了 這個門很小耶 而且他這個很像那種花花草草 感覺像是賣盆栽的地方 我們事先在KK Day買了福山PASS 一個人是1655台幣 可以在48小時內 暢遊他配合的30個景點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外面買的飲料可以放這裡 這個設計很不錯耶 這是他們的門票 平常如果沒有福山PASS 來這邊一張票是一萬元的利 這個藝術家的作品 都跟花花草草有關係 這一區的作品風格 跟我學的土耳其浮水畫好像 布置這樣可以拍拍照 新空區的裝飾 用鏡子布置看起來很有空間感 開心 hundred and thirty 今天會不會外面 這樣的每一個月 都把 conteúdo的餡料 都帶陳年的照片 別忘了 門票裡有副種子 可以在這裡種 粉 那 可以 这里是盖章区 来到韩国在这里熏陶一下艺术 也是很特别的体验 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跟着我一起爱生活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